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小毛 今天我們又回到這個洛康人X4的系列了 那今天是最後一集啦 我們準備去太空 去打我們的這個光頭大魔王 Sigma啦 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們進入了這個太空站 現在往下面走 這邊有個洞啊 這邊有個洞我們給他跳進去 進來這個洞來到一個大廳 那這個大廳呢 總共有八個傳送門 每個傳送門代表著一隻王 就是我們前面打過的那個八隻王啦 那我現在要重新 再把它鞭視一遍 這個遊戲設計的人員 讓我們可以再打一次這個王 重溫一下 那這邊我就不多做解釋啊 前面都打過啊 每一隻王的弱點在哪邊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很簡單很簡單 前面很無聊啊 就是一直閃蜘蛛王 一直閃蜘蛛王 好啦 那個我們把他血打得差不多了 就進入第二階段了 第二階段可能會比較難一點 噴蟲 從屁股噴蟲 一直很討厭那個蜘蛛王 很討厭這個蜘蛛王 再一刀 直接把它砍到屁股爆上 好 第一隻王很快打完之後 回到大廳這邊可以幫我補一下血 那我就要馬上進行第二隻王啦 好啦 來到這個炎漿的這一關 我們要打這個炎龍啦 上次我們是用裝甲把它打敗了吧 這隻我們就直接 直接裸一個 神龍拳 不穿裝甲打打看 看看這隻王的難度到底在哪邊 我們直接跳到屁股後面 直接拿刀砍他的屁股 直接拿刀砍他的屁股 欸 靠腰 喔呦呦 升龍拳 哇 他原來也會跳到炎漿裡面去 靠腰 哇 這個超痛 欸 這隻王其實直接打是蠻難的 之前都在仰賴那一套超級裝甲 啊 好 欸 沒事沒事 還好我們這個 潔弱的這個伸手 還是很矯健的 這邊打的這隻王是孔雀啦 孔雀是八隻王裡面 相當簡單的一隻 這一關我就爭取這個 無傷通關 無傷通關 他一出現 就直接放火燒他的 燒他的巢 燒他的羽毛 好 直接把他燒成這個感恩節的火雞 欸呦 很完美的無傷通關 這隻王完全沒難度 好不好 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打我的第四隻王 這個是從忠烈池爬起來的這個軍人 貓頭鷹啦 這個 鬼門開可能就是比較喜歡出來做亂 那我現在就直接把他打回忠烈池 好 他已經被我砍到只成一滴血了 再一刀 那這隻王也不算難 我可以用這個 弱鳳破 有效的科技 如果要無傷 對我來說是有點難度啦 骨灰級玩家 都得屁 都得屁 帶動一下氣氛而已 好不好 那最後一集了 我就不需要再講這個 很誇大的言辭 那我們這邊來打這個海馬 你看這個水 多臭啊 臭到就發綠了 那我記得大家還沒有看過 海馬啊 會被這個兵給克制 做刷兵的時間到了哥哥 那我現在就一直給他做刷兵 完全沒難度啊 他怎麼跳進來了 在水裡面一樣給你做刷兵 第六隻王又是這個喜憨兒童 我是覺得 這個部分應該是可以不用撥了 我們就直接跳過了 這個 完全沒難度 完全沒難度 這隻王我是 真的覺得是做得最 最爛的一隻 真的是做得最爛的一隻 好的 回到我的第七隻王 這個應該是香菇先生 這個棒狀物體 上司好像有留言在這邊跟我說 這個殘影可以用這個 這個電燈打爆 我是真的現在才發現 畢竟我這個不常玩這個解割這個角色 看一下 左邊這一隻 要怎麼判斷這一隻 不用靠預器的話 就要在他這個落地之前 就先給他一刀 這隻王也是 沒什麼難度了 沒什麼難度了 我們上次為什麼會 會輸呢 基本上我是做了一個效果 沒錯的 在空中直接讓你解體 直接烤這個香菇 烤完香菇 我們來打完的最後一隻王 前面七隻王打完 剩下的就是這隻獅子 要來展現他的雄風 一出來就給我一個見面禮 有沒有這麼恨我你 不能上牆壁不能上牆壁 他這個角層 閃一個閃一個 挖 吼吼吼 吼吼 吼吼 我不會再上你第二次盪的 嘿 沒事沒事 喔 他 他 他剛 他剛摔了一下 怎麼什麼東西都死出來 欸靠腰 OK 沒事沒事沒事 這個 直接從這個 隱私處的部分 直接爆炸了 好了 打完八隻王中間 這個傳送門就開啟了 我先去撥個血 好 然後直接回到我的傳送門 終於要打我的final boss 來吧 來吧 好 出現一個死神 基本上這個死神 就是我的尾王 這個遊戲裡面 最大的始作俑者 最壞的大魔頭 好了 終於要進入我們的 最後的關卡 大魔王的名字叫做這個Sigma 他現在是一個死神的形態 這個 基本上第一隻王 他是有這個弱點的 就直接放我燒他 看他穿這個斗篷 基本上應該是圓花做的 純棉的 這邊他會從右邊出來 我們就跳到這個地方 就扛不到我們了 基本上這隻王是完全沒有難度的 好不好 就一直無限戰的循環 燒兩次 他就會生氣 就會跑到右邊去 我們也可以在這邊等他 他就展不到了 基本上是一個豬頭山 再燒一次 這個斗篷準備燒爆了 他直接鋪漏了 鋪漏出他的這個六壞機 有沒有看到他那個光頭 看到他那個光頭 敲起來絕對坑坑響 這邊我們閃開 他丟這個 這個叫什麼來著 鐮刀嗎 類似鐮刀的東西 然後我把這個鐮刀 靠腰被人撞到他的光頭 引到這個牆壁上面 就沒事了 就沒事了 基本上他就一直是做這樣的一個循環 這隻王做的也是挺沒有創意的 然後引過來 靠背 不要先給他砸了一下 不行了 他這個光頭實在是太引人注目了 就是 不要先被他吸引了一下 基本上我們最大敵人不是這個王的本體 是他這個光頭 再一道他應該就死 再一道 還好沒事沒事 好的這個光頭給我打到一個解體了 以為這樣就結束嗎 沒有 這個王總是製作的特別的複雜 這邊要打他第三型態 我是真的覺得這隻王是做的特別的噁心 你看他那張臉就知道了 這樣非常之醜陋 好的 那這邊出現了三個巨頭 三巨頭 這三個巨頭代表著三種屬性 那每次王會出現一次 那左下角就是 雙王 這一關他算是雙王的一個部分 王有兩隻 一個是左邊的巨頭 然後一個是 右上角那個神射手 還有這個雷屬性的一個頭 好 那其實這一隻他是很簡單的 對 他是非常簡單的 你知道 傑洛卡在這個死角 他就完全傷不到你了 那這個王是蠻智障的 真的是蠻智障的 這個槍做的很大一把 結果打不到我們 完全沒有用 好吧 靠右 有點碰到一下 基本上三顆頭裡面 黃色頭應該就是 比較難躲了吧 唉唷 靠右 我都撕出來了 哇操 靠右靠 我們這邊受太多傷了 受太多傷了 我們這邊用衣罐小補一下 先小補一下 好 反正這個 藍頭是 做得最偷藍的 直接跳到他頭上就沒事了 好這個 智障額頭就出來了 噢 這個刺 先給他砍掉 這個王 我們就一直卡在吃角砍他 就直接砍爆了 這個完全沒有這個 尾王的難度啊 這隻我不知道做的是幹嘛的 左下角這隻就比較難一點 反正可以吐到後面的刺 非常的這個陰險 長得這麼醜還這麼陰險 我小時候常常被這顆頭嚇到 就打到尾王我就 直接按這個遊戲 遊戲離開 這個太可怕了 都太可怕了 好 我就這個瞬砍 瞬砍讓他知道我的厲害 好啦那尾王就這樣給我打爆了 基本上抓到那一點訣竅 就很好通關 對 來到最後這個平台上面 看到跟我們剛剛打架的那一隻 不是跟我們剛剛打架 上一集跟我打架那一隻啊 跟我們打斷走斷腳那個死老頭 這邊跟我們聊了一下天 一言不合就直接跳下去了 好的 那洛克人X4系列到這邊就全部結束了 精彩大結局好不好 這個太空站直接炸裂 潔弱逃出生天回到地球 那地球 又度過這個平安的一天 那感謝飛天小女劍的努力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遊戲的話 可以去Google上面 打這個洛克人X4的窄點 那就可以找到 現在這個窄點蠻容易找到的 以後有什麼懷舊遊戲 我有想到的話 像是可能洛克人X5的系列啊 我有機會的話可能會再拍 那大家再見 拜拜 by bwd6